無論是平常吃的健康食品 保養擦的化妝品或疫苗 許多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商品 都必須經過動物實驗 開發製造或進行安全性 功效性檢測 每年有數以萬計的實驗動物 在日常中被犧牲 隨著動保醫師的興起 動物實驗存在著是否有必要的疑慮 為了兼顧動物權益和研究價值 國際間積極尋求各種替代方案 法國研究機構GenoSkin 將人類於整形手術中移除的皮膚 重新利用 盡可能維持其生理機能 所以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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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享受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皮膚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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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瘋狂的 我們可以看醫療系統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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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看醫療系統 在皮膚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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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我們可以回答一些問題 在使用皮膚 患者 也就是 Replace 尋找替代方案 Reduct 減量以及 Refine 把對動物的傷害降到最低 而新科技的發展 為動物實驗的替代方案 帶來曙光 不過也有研究人員指出 這些替代方案的效果有限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這份作出現的 非常重要的 這份作出現的 很重要的 每個模範 有有興趣 多企業 然後有盡量 在這份作出現 這份作出現 是一個重要的 一個重要的 也是一個重要的 但每個身份 都會在餘下 跟其他屬體 每年光是欧洲就有超过一千万只动物 被使用于实验研究 其中由镊齿类的大小鼠为大宗 但较被大众所知的狗 猫 兔子 也都会用于实验 尽管国际积极寻求替代方案 但技术发展尚未成熟 且食物运用成本高 加上现行法规 大部分还是要求进行动物实验 要让这些新科技全面取代动物实验 还有着漫漫长路 装设综合报道